最後其實要把剛剛的這兩個 一個是串接跟清除變兩個按鈕 那怎麼變兩個按鈕也還蠻簡單的 第一個請你插入這邊有一個叫做 表單控制向左上角這個按鈕 就用這一個 那特別注意它有兩個按鈕 這邊一個這邊一個 不要用這一個 這一個比較麻煩 這個也可以做按鈕 但是問題是這一個 將來你後面要寫程式 那這一個不用寫程式 你就選這一個 然後有點像小畫家一樣 把它拖拉一個矩形出來 它是一個矩形 那大小多大 自己決定 大概這麼大好了 放開 他問你說這個按鈕將來 會連動到哪一個聚集串接 那請你把串接兩個字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複製呢 因為你按確定的時候 它上面的按鈕 它不會跟著聚集的名稱 所以我必須把它改成 我那個聚集的名稱 好了 這樣就串接了 然後按下 有了 那清除的話 怎麼清呢 再插入一次 OK 然後按鈕 然後再把它拖拉一個 然後這邊要清除 那一樣的動作 把它複製 再把它貼 這樣子就清除了 OK 那麼串接 清除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 如果有很多這種 類似的按鈕的話 就蠻方便的 你就按一下 按一下 每個事情就會自動幫你完成 那當然你要怎麼去決定說 一個按鈕大概要跑多少程式 這由你自己決定 如果你希望每個都分開來 你說老師那我希望全部串在一起 也可以啊 你可以每支每支小程式 全部串在一起 一次全部完成 有沒有一鍵按下去 爆表全部完成 可不可以 它其實是可以把很多小程式 全部串在一起 變成一支大的程式 沒有問題的 OK 好 那所以呢 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 最後呢 我們就要來看 到底這個程式 到底你想說 老師這個怎麼怎麼work的 基本上的話 你們可以再切到聚集裡面 然後可以找到串接好了 旁邊除了執行 剛剛是按執行嘛 那這邊的話 其實可以按一下編輯 有沒有 按執行的話呢 實際上 是讓它可以work 有點像按下按鈕的動作 OK 那編輯的話呢 實際上就會跳出原始碼 也就是說呢 這個聚集背後的原始碼 就是VBA的程式 那所以哦 你按下編輯哦 它其實是跳到VBA 所以其實你直接按編輯 或者是說呢 你要從VBA打開 也都可以 兩邊是相通的 只是說它會幫你把原始碼 調出來而已 OK 反正兩邊都可以啦 你們兩邊 我先用那個 這個地方編輯一下 那你會發現 按下編輯呢 它會跳VBA 其實它跳這個啦 跳這個出來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一個程式的編輯器 那首先我習慣 會把中間這個區塊 這邊放大一下 有沒有發現哦 那慢慢理出一個頭緯哦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你會發現 一個SARB呢 一個聚集 它其實就是一個SARB 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哪裡 尾巴在這裡 SARB 有沒有 SARB SARB 那它的名稱就在這裡 所以呢 一個聚集 其實就是一個SARB 那其實一個SARB 就是可以執行一支 SARB應該叫副程式 或者叫指程式 也就是說呢 它一個模組裡面 可以放很多個指程式 所以這邊模組嘛 一個模組可以放很多指程式 那再來的話呢 我是建議啊 你可以把這個環境 稍微縮小一點點 扶在上面 下面是ESARB 上面是寫程式的地方 那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字太小對不對 工具選項 這邊有個撰寫風格 工具選項 這個字啊 9號字太小了 可以把它放大至少14號字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接下來你會發現哦 黑色的字是指的是程式 那你說老師綠色的 綠色只要是單一號開頭 就是註解 註解是寫給你看的 它並不會被執行 所以哦 上面這邊有沒有單一 我習慣上面這些 把它delete掉 這不要 然後你說 到底我剛剛串接錄了三個動作嘛 所以哦 哪三個動作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上面註解一下 1 我剛剛做什麼 游標放在1、2儲存格 所以上面可以打字 那打字的話就註解 開頭一定要是單引號 所以1 比如說 游標放在1、2儲存格 類似這樣 有沒有 那其實程式就是這樣 range 1、2 點 slater 所以這個是有點主詞 點後面就是一個動詞 哦 游標放在這裡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就輸入公式好了 有沒有 我只有游標放資料便宜輸入公式 不過我簡單寫一下 然後3的話呢 就向下空點填滿 對不對哦 所以這邊就打3 什麼 向下填滿 或者叫什麼 空點 應該是 那個叫空點哦 向下填滿 有沒有 OK 那你會發現喔 其實它的程式喔 就是 底下就是它幫你寫出來的程式 剛開始也許說 老師我可能 還不太會 沒關係 你就是先從錄製開始 看久了你慢慢也會慢慢有那個概念 所以你會發現啊 儲存格是什麼物件呢 就是range物件 有沒有 你說老師那range不是一個範圍嗎 range也可以指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指一個範圍 那什麼叫Active Sales Active顧名是嗎 游標所放的那個 sale也是儲存格 所以儲存格有兩種呼叫的方式 一個用range 一個用sales 那至於有什麼差別 之後再來看好了 那後面就是formula formula就公式 就這一串 有沒有 OK 然後向下填滿就autofill 那它會產生一個叫select的動作 有沒有 會產生一個叫selection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 後面會帶一個方法 向下填滿 所以其實我游標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一二儲存格 所以這個Active Sales 其實就指它啦 然後selection呢 其實也是指誰 也是指它嘛 有沒有 這個是指這個 那selection呢 也是指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是後面是加公式 這個是向下填滿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假設 老師我不要錄 我自己來寫 可以啊 你就照著參考就可以 可是喔 它這個寫法有點囉嗦 要是我來寫的話 我可能就把它縮短一下 這個後面再來看 好 所以喔 最後請各位加兩個按鈕 有沒有 加按鈕 然後加完按鈕之後呢 請你喔 打開 這個video bay 請你自己加上註解 這個註解 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 像我是簡單寫啦 你說老師我寫這樣 我看不懂耶 我想要寫詳細一點 你想要寫一篇文章都沒關係啦 真的 你之前我同學寫筆記寫在這裡 可以 可以 因為 我到底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詳細說明 那我只是說大概紀錄一下 OK 底下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喔 註解有沒有 這個清除也是三個動作 所以第一個動作是一樣的 游標一樣是放在什麼 放在這裡 有沒有 第二步的話是 什麼 我是Ctrl Shift向下 對不對 然後按Delete的話是這個 所以三 所以後面的話請各位自己寫 有沒有 按一下Ctrl加Shift加向下 有沒有 然後就產生這個敘述 所以以後喔 假如你不會寫這個程式的話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的 它會產生對應的程式嘛 然後你可以錄你不會的 然後你可以寫你會的 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可以變出很多花樣了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VBA這部分 還滿友善的啦 因為不會寫的 可以用錄的 會寫的自己寫 那如果你是學Python 學Java 學C++的話 很抱歉 它沒有這個東西 沒辦法用錄的喔 你說Python不會寫 有沒有那種錄的 可能有啦 但目前來看喔 也功能沒有那麼完善 我是覺得它這個還滿厲害的 這已經出來 就VBA在Excel也大概也30年了 所以這東西已經出現30年 就長這樣子 我覺得還算是滿成熟的啦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最後的話 就是把這個按鈕做出來 然後並且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編輯 劇集裡面編輯 然後跳到Visual Basic 然後並且打開這個Sub 跟這個Sub 並且在上面加上註解 然後一樣喔 記得喔 今天的話就把它存檔 存檔記得就是用另存 一樣嘛 另存新檔 跟上個禮拜一樣 就把它改成啟用劇集的活躍部 啟用劇集的活躍部 然後其實檔名不用改啦 因為每一次放木頭都是獨一的 唯一的 所以只把它存檔就OK了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個星期的話 我們就要自己開始 自己寫的不是錄的 自己寫 現在是錄的對不對 你一行都沒打對不對 下個禮拜開始喔 我們要開始自己寫程式了 難度大概又更高 不過應該滿有趣的 我覺得自己開發一點東西 其實還滿有成就感的 好 試一下喔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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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